好各位同学各位朋友我们今天呢来继续讲整个拍板的一些技巧啊 那我们也是从某一本杂志里面啊这个 不是不是很厉害的杂志啊路上随便找到的 不过找到有一些可以谈的我们就往下谈 各位没有看到整体拍板啊不一定漂亮 可是这个地方还蛮好看 为什么规律有没有看到为什么是规律呢大大小一致没有 这个光是这样大小一致当然这个内容也有一些连续性啊 这就是内容的问题我们在讲 照片只要什么大小一致形成一个规律有没有 什么叫规律这个中间的什么这个由上而下啊 这个是有点歪歪的啊理论上他是由上而下 然后中间这个什么中间这个留白也都一致有没有 这个致有没有致也是这样子 他这样构成一个什么规律就好看 我们今天就是来说像这样子要造成图片的规律 有哪些方法我们可以用 有哪些技巧可以用啊 基本上今天要谈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 好那么Scribus呢叫出来我们也很快 这个都没有什么变动啊 这个这个就会是这样子的东西啊 这个这个我之前没讲过这个 14.11等下我跟你讲啊就是上下左右的地方 就是这里这个啊 这个14.1114.1114.11 上下左边空的这么大啊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线啊参考线基本上就会是这样子 先缩小一下啊让你看到整个页面出来 好然后呢我们怎么样排出四个规律的东西 我们今天叫一个重要的辅助功能啊 这个东西呢叫格线 不是格线啊参考线啊 在检视的地方啊在页面的地方 各位没有看到管理参考线 BOX就出来了啊 就叫管理参考线 这是一个的就是可以很多个 我们就用这个啊 Single嘛 这是Column啊 啊那个类跟类啊跟行就是这样子啊 我们先看垂直的各位仔细看这画面啊 有没有 123有没有 平行的他就会是这样子很快 哦这样子就是不是可以形成规律啊 那你看 他这个规律是跟页面 页面有没有看到 以页面来计算是规律 那我们不要以页面 我喜欢以边距 所以按这个地方边距有没有 他的规律就变成是什么 从这个蓝色的边距来算有没有 这大小一致有没有 大小一致很重要 这个一样1234 4个好了哈 然后边距有没有 大小一致啊 他的计算是从这个地方有没有 大小一致啊 规律性有没有出来了 规律性很快就出来了哈 真的规律性很快就会出来了 他就会是这样子 好 然后呢间距 间距要不要要 我喜欢有间距 我喜欢有间距 对对哈 然后这个间距 ok 好这样子很快 一个规律性就出来了 这个规律性有多多重要 跟多好用 好用的很了 那我们再过来先看这个地方 这样吸附到参考线 等一下我们在画的时候 就非常容易的画 好我们现在画图 这个地方图对 插入图文框 有没有 这地方有没有 它会自动吸附 你会感觉吸上来 你会感觉吸上来 这样子画的时候就很精准 但更精准的方式呢 我还会用这样子 Ctrl-C 复制 Ctrl-V K上 你也可以从这里的复制 跟K上 这样直接就复制一个拉过来 而且你还会发现拉过来的时候 很稳 很稳 有吸附这个线的功能 Ctrl-C Ctrl-V 有没有 这样三个 有没有 很有规律的 真的很有规律啊 K上来 K负 K上来 K负 有没有 我们那种刚才要的那样子的规律 是不是就出来了 就出来了 我会节省时间 我就不再把图放进去了 我是让你看到很快 形成那样子的规律 有没有 形成那样子的规律就出来了 那你看文字 这个地方文字 你再跟他架一个 像文字框 也会贴的很急 贴起有没有 文字框贴起 各位你再看一下 这个原本的这一个 他这个文字是往上 往上 对不对 是往上嘛 所以基本上文字呢 就写写写写 写在这边对齐 左右对齐 这样就出来了 好 我现在这个先不用了 那你知道这样子 这是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呢 也很常用 第二种方法也很常用 有时候我们要对齐的地方呢 不一定刚好在框框里面 怎么办 各位 你到最左边这个地方 压住他 我们看到这个线 拉进来 会拉一条参考线出来 又会拉一条参考线出来 你其实高兴的话 还可以再拉第二条 你看 移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 又可以拉回去 结果这样又不见 结果是 从这个地方拉出来的这个线 这个叫参考线 之前画的这个也 这个是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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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说那个内跟行的参考线 只有这个才可以动 拉进来 你看这个地方都不会动 对不对 只要你从外面拉进来 这个才会有双箭头就可以动 这有多重要 等下你就会知道 比方说我们要对齐 假设我们这三个 你不知道怎么样做做做做乱掉了 那你希望能够对齐他 该怎么办 各位先把它选起来 这三个选起来 选的时候你知不知道怎么选 要在这个地方 这个这个符号是选择的符号 如果你不是这个地方 记得按一下选择的符号就可以选下来了 好 然后呢在四窗的地方 四窗的地方有没有一个对齐跟分布 对齐跟分布 对齐什么 对齐什么 有这么多选项 我们对齐参考线 对齐参考线 对齐哪一个参考线 滑鼠移到这个地方没有 动一下动一下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这个字在动 就是这一条 你在移动他的时候 自有在动就是对齐这一条 好 我要对齐这边 停下来 好 这三个要对齐这一条线 靠走 没有 这个地方靠走 对不对 靠走 他也会有字跑出来 靠走 对齐 对齐了 对齐的很准 我们刚才已经有讲 那个 排版要好看的一定要规律 规律不要用手去调 不要用手去调 让电脑来算 最好看的 最规律的 你看 不管是用画格子 为什么画格子 规律啊 不是你在那边算的半死 还有跟他 吸附也是为了产生规律 这个一样对齐产生规律 这样你会了没有 然后呢 你如果把这三个什么 选起来 按右键 把它转换成群组 群组 这三个就一组了 这样就很稳了 对不对 这时候就很稳了 然后呢 你再按右键 你再按右键 有没有一个属性 有没有看到 在属性的地方 这个是群组的属性 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 可以旋转 以中间为点 看你啊 这个四个边 都可以是旋转的点 旋转那个中心点 我们以中心为中心点 旋转的这个地方 旋转旋转 旋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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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也可以形成一个小小的规律 有啊 有些有些网路 呃 可是这种规律看起来就很不一样 对不对 看起来就很好看 对不对 是不是這樣子 真的ça 看起来这种规律 看起来就很好看 他就会是 这样子 就是说如何创造规律 他几个概念都给你的 按右键 取消群组 他就会拉出来 这时候取消群组就可以单独拉出来的 对就会是这样子 这个我没有必要 又拉出来 然后呢 假设另一个概念呢 另一个对齐跟排列的方向 也是用这一个地方 假设我们现在呢 三张图有大有小 难门啊 有时候拍来拍去 有大有小 还不太这样子 好 那你说好想对齐哦 怎么对就这样子 你看这个有时候 你就拉这个东西 他这时候变成一定会吸附 就很烦 怎么办 在页面吸附参考线把它取消 就不会被吸附了 有时候呢 真的有时候你在做某些 不是要靠起的动作的时候 这样就要把它取消 那这个线好烦哦 怎么办 在检视的地方 在这个Grid and Guide的地方 看到显示参考线取消 参考线都不见了 我们假设在这个状况之下 你好不容易画出三张图 你想要跟他对齐怎么办 另一种方法是这样子 直接选择 按选择 选择 我们三个选的东西呢 用这三个来对齐 我们要靠右 就以最右边的这个来算 有没有 以最右边的这个来算 那如果假设这样子 这个比较靠左对不对 好 那你如果三个选起来 你如果是选靠左 就会以最左边的来计算 上下原理都一样 我就不讲了 那再过来 另一个也常用的 比方说这样子 有时候我们要做某一种规律式 你希望 这三个 什么 居中 就是居中 以中间这个为准居中了 对不对 好 那再过来 你希望这个什么距离 有时候我们做做做做做 你看这样就没有规律感 你会形成这一块 这一块有没有 就是 这我另外一档给我讲 就是说 完醒的概念 你看我们这样子 你在看这个东西的感觉 你会觉得这是一块 这是一块 可是呢 我如果让这三个形成规律 排列的规律 怎么排列 居中是一个概念 再过来呢 分布 分布 归分布 这两个你要特别常用 这个是什么 垂直 间距 这个是垂直 对 我这个距离 跟这个距离相等 这个叫垂直 间距 有没有 这个距离跟这个距离相等 这种规律 你会不会觉得 这三个是一个group 和一个整体 只是有一点不是那么漂亮 就是规律感没那么强 可是你会觉得 这个是一个整组 因为这个距离是一样的 我再拉给你看 你就不会觉得这是一组 你会觉得这是两组 这边是一组 这边是两组 因为这两个靠的比较近 这个靠的比较远 我们人的内心结构 那碗形的结构 会自然把它当作两组 可是呢 你如果把它 中间的距离是平分 没有 这里 你会感觉这是一组 真的就是很厉害的 比方说这样子 我把它算 好这样子 拿小一点 靠着 这个地方靠这边 这个地方靠这个地方靠着 假设这样子 三个圈起来 这一个 这个是什么 水平的中间的距离相等 这两个我最常用 有没有 有没有觉得一组 因为这个距离是一样 那如果在G中 中间G中 对齐的地方 对齐的地方 这个水平 水平G中 有没有发现 有个规律性出来 你就会觉得它是一组 有没有 所以对齐跟分布是一个很好用的概念 然后用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比方说上面这个这个叫参考线 它有印象吗 我的参考线怎么拉不下来 看一下 参考线看不到了 参考线要看到才行 好这个参考线 有没有拉下来了 参考线拉下来了 这三个选起来 但这次对齐对齐参考线 有没有 参考线是哪一条呢 如果你还没有信心拉一下 果然是这一条 对 然后向下靠起这个 向下靠 有没有 全部对齐这一条 也是个规律啊 你会觉得它好像又是形成一个规律的整体 那再加上这边的距离是一致 有没有 就是创造所谓的规律性 规律性的形成了一定是距离相等 大小有时候 如果你大小有相等就像这个 没有这个大小相等就更规律了 大小相等就更规律了 它会形成整体 大小如果不能相等呢 想办法在什么 靠其兼具这种地方 让它平等 你也会觉得这是一个整体的概念 而这个整体的概念中有点变化 又好像比较活泼一点 就是我们在谈排版的那个什么 规律 还有不规律的一些变形 的概念 还有一些方法 希望对你是有帮助 我们今天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